这影片将提供,并介绍多卷列印的功能。 首先我们把单一档案双击滑鼠左键来加入列印序列,由于是,要使用多卷列印所以我们一次加入两个档案在列印序列中,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两个档案的列印模式需要选成同样的。 接下来我们使用拼贴功能将其中一个档案加入另一个拼贴,依序将两个序列都加入并完成拼贴。 完成后将滑鼠移动到列印序列区印双击左键,此时可以看到,列印序列,变成列印多卷,同时右边的预览区可以看到两个序列的图分别排在左右方向。 这样就完成第一步多卷列印的增加,接下来我们做细部调整。 首先我们点选第一个列印序列,此时在档案资讯栏位中,你可以看到材料的绝对位置,这个位置是取于X的圆点设定值,接下来材料宽度的部分。 我们可以把材料的宽度输入在此栏位,在这里我们使用90公分。 输入完后可以在右手边的预览区看到材料大于档案,白色部分。 接下来我们点选第二个序列档案,并在资讯栏位中可以看到材料绝对位置。 这位置是基于第一个序列从圆点加上材料尺寸算出来的预设位置,在这里我们先将间距10公分,所以是150公分加上10公分就等于是160公分。 输入后在预览区就可以看到有这10公分的间距。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完成第二个序列档案的设定,并将材料尺寸设为150公分。 在预览区我们可以卷动滑鼠滚轮缩放,并观看整个档案在材料的上的排布位置。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介绍往Y方向的排列及设置方式。 首先我们跟拼贴编辑一样的方式双级要编辑的序列档案,我们利用Y方向复制的功能陆续完成两个档案Y方向增加。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如何增加不同的档案在Y方向的排列,一样的我们双级序列上的档案来进入编辑区。 此时我们可以移动到左边的档案区,点选我们要增加进来的档案,并使用Y方向增加拼贴的功能把它加入。 此时可以在预览区看到加入后的预览,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把另一档案加入到X方向拼贴,接下来我们在预览区可以看到另外一简材料后续还有很大的位置。 我们依照刚才介绍的方式分别加入两个档案。 以上是为各位介绍的多卷列印功能,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 。